2021年10月18日晚,在江苏省徐州市虽宁县,一位83岁的老人刻然尝试。前来为他送行的,不仅有他生前的亲友,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,机关干部,公安干警,医务工作者,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民众。 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,来送这位老人最后一程,表达自己对他的无限尊敬与怀念。为何一位普通老人的离世,会牵动这么多人的心? 微观人物故事,励志激励最为上进的责任青年。本期子牙同去微观视角,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位信义老爹杜长盛,一起走进他的动人故事。 让我们先把时间条回到2010年。对于杜长盛来说,2010年是他生命中无比黑暗而又艰难的一年。 先是大儿子,大儿媳遭遇事故接连不幸身亡,接着又是大儿子刚刚建成的面粉厂,落下了330多万元的债务,一连串的不幸很快就压垮了这个普通的家庭。 330万元,对于杜长盛来说,这是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天文数字。这样的欠款对于现在杜长盛的家庭情况来说,很难还清。 但是,如果拒绝偿还的话,330万元就代表着每一位借款人会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。 怎么办?在经历内心艰难斗争之后,杜长盛选择背负330万元的责任努力活下去。 身边有很多人曾劝说过让他不要背负这些债务,杜长盛也曾动摇过。 330万元,可不是什么小数目,自己年岁已高,还有多长时间能够供他还债? 家境落败,何必和已经落魄至此的自己过不去呢? 可是,当杜长盛看到了债主们急切甚至有些绝望的眼神,他的内心深受煎熬, 如果此时选择闭口不谈,那么这不仅让各位债主承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, 更是辜负了他们对儿子的信任,会影响杜家今后的信誉。 为此,杜长盛选择承担起这份责任,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偿还债务。 不久之后,杜长盛给所有向他打听过还钱的人都打了电话, 并且对他们承诺只要他们拿着欠条过来,他就给债主们重新签字,任账还钱。 消息很快就在邻里间传开了,债主们便带着借条找上家门, 杜长盛就按照承诺过的那样,重新打了借条并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 当大家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还钱的时候,杜长盛向大家解释这年头, 能借钱给儿子的都是恩人。 欠债还钱,本来就是天经地义,自己就是砸锅卖铁,也一定会还大家钱的。 在许下承诺后的三年里,杜长盛每天都在为了还债而不停地忙碌着。 在儿媳去世时,面粉厂才刚刚投入使用,不仅机器不是特别齐全,就连工人也没有聘请几位。 但是,面对儿子呕心沥血建成的面粉厂,杜长盛不忍心放弃。 于是,他就带着孙子尝试着把面粉厂慢慢经营起来。 在经营的初期,他们既要开工,又要还债,自然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聘请工人, 那么售卖面粉的每一项工作就需要杜长盛亲自来完成。 装车,送货,卸货,跑销路,这些最苦最累的工作,他都自己一个人干。 50斤一袋的面粉,杜长盛一天要抗200袋左右,并且把他们一个个送到买家的家门口。 别说是已经70多岁的杜长盛,就算是20来岁的年轻人去干,身体也会吃不消。 干了几年之后,杜长盛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等到他实在干不动了, 只好把家中老底全都翻出来还债。杜长盛拿出了所有他可以拿出来的钱, 甚至卖掉了面粉厂和城区的房子。 根据法律规定,父母在替子女还债时,需要拿出一部分钱用作老人的赡养费, 但是杜长盛拒绝了,他只希望能够快点还清债务,尽早让各位债主安心。 于是,老两口就从生活开销中扣钱出来存着,住进村里早已废弃的板房, 用仅有的几件薄薄的棉衣渡过一个又一个寒冬。 他们吃饭只能吃当地最便宜的蔬菜和粗粮,过年都很难见到鱼和肉。 看到杜长盛老人对诚信的坚持,大家都十分感动。 虽宁县梁吉镇的居民徐辉曾在杜家儿子开工见面粉厂时, 帮他们运送黄沙、石子,后来杜家遭遇变故, 他看到杜老要还那么多钱,心里就想着自己帮他们运的那些材料, 就不管他们要钱了。 然而,突然有一天,自己接到了杜老的电话,让他过去拿钱。 现在想起这件事来,许辉还是深受感动。 为了避免寄错账,杜长盛专门拿了一个笔记本来记账, 小小的本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。 终于,在杜长盛的不懈努力下,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, 儿子儿媳欠下的三百三十多万元的债务终于还清。 那一天,杜长盛显得特别高兴,他还特地嘱咐老伴做了一锅菜汤。 当杜长盛端起粗糙的土桃碗将菜汤一饮而尽时, 他那沧桑的脸上堆满了畅快的笑容, 就仿佛喝得不是菜汤,而是醇香的酒一般。 在偿还了欠款后,杜长盛放下了在心上压了三年多的大石头, 终于开心地笑了。 然而,就算是还上了这么多的欠款, 杜长盛的心里仍然有放不下三年欠款所造成的二十多万元的利息。 杜长盛也考虑过把利息也还上, 出乎意料的是,当债主们听说了杜长盛的故事后, 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他。 其中一位债主江赵庆说, 就凭老人这份精神,这份信意, 我也不能再要利息了, 他所传达的心意已经足够。 2015年6月,杜长盛荣登中国好人榜, 同年10月他被评为第五届全国诚实手信道德模范。 在他获奖后,文明办为他发放了共计十七万元的补助金, 希望老人能够借助这笔钱来改善一下生活。 出人意料的是,杜长盛在收下了这笔钱后, 没有自己用, 而是立刻找到相关组织要求把这笔钱捐给贫困学生。 考虑到老人本来生活也很困难, 他们就没有接受这笔捐款。 然而,杜长盛始终坚持把钱捐出去, 为此跑了很多趟。 大家被他的精神所感动, 于是收下了两万元, 作为二十多名贫困中小学生的助学基金。 在助学金发放的那一天, 杜长盛专门穿上了他那唯一一套西装来见孩子们, 看到孩子们能有机会上学了, 他的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 杜长盛说, 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, 吃点苦无所谓, 这些孩子更需要帮助。 杜长盛虽然在2021年离开了我们, 但是, 他的事迹会永远留存, 他的精神会永远延续。 杜长盛的雕像在公园中矗立, 以他为圆形的戏曲, 电影也正在逐步筹备, 即将与我们见面。 在众多艺术作品的背后, 都是国家对这种信义行径的推崇。 自古以来, 我国就十分推崇诚信这一美德, 而如今杜长盛的故事, 正是对诚信这一美德的最好传承。 他的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, 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, 希望在他的正面影响下, 信义的种子能在每一位公民的心中种下, 并且不断生长, 直到绽放出灿烂的花朵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请关注我, 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分鼓励,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